吃飽飯來到這個社區 原來這個社區屬於 Raw, City of Wann 在Wann這個社區,我們看到一間叫Yummy Market 進去看看 根據上高的社區,屬於一些歐洲的食品 進去看看 好了,跟我一起進來,看看一間 它寫明歐洲色彩的超市是怎樣 我沒有辦法用這個Live 用Live太過手震,大家搞不定 現在純粹用一個穩定模式 給大家看看,一進來就有很多芝士 很多很多芝士 不同味道的芝士 很多很多 周圍都是 無論是在那邊,要人家切給你的 或者這些已經pre-pack了 都是很多 一個芝士,還有一些是cold cut 腸仔 對呀,你看這裡有多多人買這些 都是歐洲的文房 好 然後我看到又問客人 譬如他要一些cold cut 切得這麼厚,對嗎? 厚一點?薄一點? 對呀,這邊是 噢,這邊是 噢,這邊是 100g 这样计算的 例如这个 4.49元 100g 很多用茄子做的东西 这些都是茄子的 叶制品 谢谢 我都不认识 真的谢谢 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会挑isiو dla豬 肉 我都在按锡 准备 买豬 味道我 期间都会uum 观资 真是很多 Meu 茄子 醋料 嗯 好像玩具一樣,黃色的像雜菜沙拉 一邊搖搖長路去 整條魚 我來遠遠看到美女在找雪糕 看看,是湯來的 全部是湯來的 真是冷人包,回家去煮熱,有得喝 穿過這個水果布,有很多東西 我們走過去那邊 最多人停留就是這個熟食布 熟食布,現在是因為要人服務才可以 才可以不買到東西,那它不給你 我們現在就過去看看,這邊是海鮮 海鮮龍蝦是20元一磅 但一般海鮮都收起來了,準備收檔了 海鮮,接著進去這邊就是小小的肉布 但它們的肉,剛才吃了很多都是吃cold cut 所以它會集中在那邊多些 看起來很奇怪,真的有魚頭賣 一個三文魚頭急凍的大概是5.5元左右 只買三文魚頭 大家暫時不用寄三文魚頭給我 暫時市場仍然有貨 我現在回到大小姐 因為我把我按了出來的小飛給大小姐 我打算買那隻海鮮沙律 有魷魚,有蝦粒 回到大小姐的期間,讓大家看看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鮮的魚 好像有點像我們華人的鹹魚 但它這隻很厚切,看起來都知道好吃 看起來有點像我們華人 整條魚就炸好了 一元八豪九一百克 如果懶人包,就這樣買菜回家 都吃得頓 很厚,不過這些都是歐洲人的味道 這個師傅沙律又便宜很多 這個是兩元九毫九一百克 剛才我們… 這隻不是便宜很多嗎? 這隻是二九九,剛才是四個多 大家可以做一個部戲比較 這隻沙律,你看到只是魷魚 那就是一九九一百克 然後看過去第二級的照片 現在它在筆緊的那隻 就是二九九一百克 而這隻是最貴的 四元四九一百克 你看到的多的是魷魚鬚 還有蝦仁 到底處理了哪隻好呢? 在那邊大小姐在買甜品 在買魷魚的時候 我們看看它的甜品 麥克洛,賣魚鬚一百克 甜品的東西大家們看見也開心 不用說你們吃,不用吃 都看一看都覺得瓦、嘩、嘩 款式很多,都不算貴 四九九一點多個KAKE 日子三九九 不過我們最擔心的是偏甜 好怕它會甜 嘩,是甚麼來的,甚麼來的,甚麼來的,全部是糖,全部是糖來的 短重量買的,如果你很喜歡試不同的糖,它反正都是短重量,那你就倒閉了 嘩,似乎歐洲人很喜歡吃糖,你聽到中國人說話嗎? 因為那些網友在Discord中,搞甚麼大小姐,這東西很奇怪的飲品 反正我想試試新嘗試,你試一下吧 好,它其實有大脂妝,大脂妝只貴一元,就變了兩公升 但你不要打算擅長一點,擅長一點,不知道是甚麼飲品 應該是近鏡看這些字,有網友,如果我們失敗了,你就知道我們失敗了甚麼 好奇怪,這枝很奇怪 這枝,這枝 這個娛樂製品,歐洲人真的很喜歡,它很長龍的娛樂製品 在這邊,我發覺有很多賣的貨品,是我們平時在西人超市都少見的 這裏大家認住,剛才拍了一個招牌,我們過來這邊走一走 看看一些歐洲色彩的食品 有很多這些蛋糕,像這個起司蛋糕 九毛九指 你看,可以小小的,真的很開心 買一間就這樣拍了,吃了也挺貴的 太甜了 九毛九,好可愛 全部都是九毛九指起的甜品 對呀,你吃飯後吃的,是雪糕 我吃誰好呢 你不是減肥嗎 鏡頭轉動回來這裡,為甚麼呢?因為大小姐未看 她一看就說,哇,這個神經病,整塊都是很棒 四元雞 好,差不多了,應該是尾聲我們去結席 看看有沒有時間再試 剛才我們所賣最便宜的魷魚 海鮮沙律,和最便宜的分別 是否試試給大家看 好了,結席了,沒辦法 待會試食片,可能要回家的時候 做Live 的時候試給大家看 我們上車的時候,有兩樣東西先試了 因為這東西是冷的,不能等 大小姐說,看到椰子,發歡喜若狂 另外這瓶,大家認住它 萬一有甚麼問題的時候,處長就是喝這東西 就消失了 我們現在即場試這東西 由於的東西,待會再回家再試 那東西是不急的 問我這一條,好像朱古力巴一樣的東西 我試? 唉呀 我只是咬了一層朱古力皮 因為頭尾只有 酸的 是不是酸的? 為什麼會酸的? 是啊 五十別的 你看看,是椰子鵝 裡面有椰子鵝 要慢慢咬,但會有嗎? 剛才我整層朱古力皮 挺硬的 這層咬到這個位,就少一點朱古力味 就重一點椰子味 嗯 但不是我們喜歡吃不久的東西 嗯 那接著要撈一下口 但如果這個東西,撈完之後可能 重大劑,不知道 有氣的 究竟是可樂,還是沙士,還是甚麼呢? 來 來 看一下這個瓶 很像啤酒 不甜 完全不甜 完全… 啊? 很像啤酒味 是啊 但沒有理由是啤酒的 放在這裡 當然不會是啤酒 完全沒有氧化學 不過你說 怎麼形容這個味道? 真的很難形容 我一喝口,就是有些密發酵的味道 就很像啤酒 即是可能他們的甜品 喝品 我不是這樣欣賞 它是有氣 所以大小姐忍了 就咬一聲 excuse me 嗯 但anyway 會不會買呢? 不會 應該不會了 這個狗子買 不買 不買 哈哈